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關 在今天關我什麼事的網路獨播版 邀請了金融培訓協會理事長 林昌昌 昌昌 阿關好 大家好 昌昌現在群球是不是在流行軋空啊 對 軋空手軋空單 對 那這個軋空我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要畫一臺火箭 就是人家營收不好 你就看不 看覺得他營收不好 應該要不順眼 不順眼 空他 空他 那你空他你是不是有券單 那你券單的被鎖定之後 人家一直拉 那你就想辦法要買回來 因為你輸錢了嘛 被尬到了 對 被尬到了 另外一種比較多人是怎麼樣 不敢進場 是 然後盤一直拉 因為過年前 不敢報股過年就把它賣了 沒想到一開紅盤之後 兵兵就不會忽略啊 而且這個跳空 跳起來了 回檔根本回不生 是 所以整個盤面等於是 尬空跟尬空手就是今年第一季 看到其實跟我們過去在評斷的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可是我認為啦 這個還是有機可循 為什麼 你還是要看整體的籌碼 如果整體的籌碼都出現是 尬空回補的態勢 這樣最簡單就是說 如果持續的回補 法人持續的買 融資持續不進來 什麼叫 就叫尬空手碼 因為買不進來嘛 那這個盤你就要怎麼樣 你就要找在尬空的 剛開始尬空了進去買他 對 好 所以到底這個時候該怎麼辦呢 年輕把股票賣掉的很多人很著急 對 我先給大家看 現在看上一頁 就是說為什麼 還是要看上一頁 對 我先看 我快速講 這是大盤的融資券 你看 這部分為什麼長得比較多 這是外資法人 一直在做回補 所以融券回補 融券的回補力道變 搭上去了 就是融券跟借券 這應該叫借券 這是融券 融券在回補 借券在回補 所有的券都在回補 所以這個盤整個被帶上去 好 那我們往下來看 這時候應該怎麼操作呢 對 我覺得其實是這樣 美股也在尬空 對 其實我提到就是說 其實這個就怎樣 美國是這樣 台灣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草一定要等什麼 美國的擱空如果結束 那台灣才有可能步上正軌 那看美國這兩個 第一個就Coinbase 這是做什麼 這是做我們看到的是做 貨幣交易所的 你看 這邊是不是直接從31塊 直接飆 飆三倍 這個是斗角度 像噴碎一樣 而且這個 最近還有2023 那是不是因為比特幣大漲 是 就擱上去了 所以放空大漲卻被擱上去 可是 你看 擱空完之後 他又回跌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要是擱 你就是在山頭上一直擱 那你看BBBI就是3B加劇 最近說怎麼樣 加劇 他要倒人家的帳 債券還不出來 結果怎麼樣 大家去放空他對不對 一路嘎上來 這邊再嘎一次 他要倒帳還嘎 還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美股現在流行嘎空 那回到台灣就 他可以一天漲92% 漲到什麼程度呢 漲到盤中觸發兩次熔斷 對 然後熔斷你看 熔斷完之後就下來了 所以大家瞭解這個軋空 其實說實在的就是籌碼站 你籌碼被人家鎖定了 我說真的你就先跑 那如果我想搭這個軋空的 這一波狂飆的風潮 我是不是要看卷子比 對 我覺得其實看卷子比 可是不能只看卷子比 可是不能只看 因為我今天就特別把卷子比拿出來 就是說如果投資朋友 你說我看卷子比 我現在就去買進卷子比最高的 這樣到底對嗎 因為我把卷子比排出來 其實第一個是元大台灣50震2 一路排下來最高是100 可是問題是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卷子比的概念是當下 融卷跟融資的比例 他不是告訴你說 最近到底是卷比較多 還是資減比較少 他沒有這個所謂的相對的概念 他只有一個絕對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去派絕對 你去找那個最高的 我認為還不太靠 有可能他融卷並沒有增加 但是因為他的融資減很多 所以他卷子比很高 也不見得會嘎空 沒有錯 所以我認為我今天就把 不能只看卷子比 前四檔裡面 我挑兩檔給大家看 我們來看下一頁 我來教大家就這樣 其實高卷子比的嘎空 如果結束就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你看 這邊的融卷餘額 他一路嘎的過程中 一直在回補 所以表示說一邊被嘎 有人說我認輸了 我認輸了 那這樣的話 這個他的嘎空 大家如果都認輸 其實他的行情就要結束了 對 就長不上去了 所以大家反而要小心 所以我認為呢 比如像金星科 一做IPA 剛好你看 這個IP是不是跌 嘎嘎嘎 他就跌下來了 所以這個要小心 小心小心 對 第二個是做衣材的 美德意料 現在是嘎空之後 直接融卷就回補 你看他是不是嘎完之後 你看你這邊跟著去空 看下來 這種的你說你現在去買他 這就不對了 所以這不是只呢 對 不能不是只靠卷之比 所以高卷之比不是絕對 那你 那我怎麼看 那怎麼看 我覺得最簡單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近期融卷的餘額快速增加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是最什麼 反而這個比較準 對 因為你就把融卷拿出來 最近增加許多的 你去看他是不是有嘎空的行情 那如果是有嘎空的行情的話 表示怎麼樣 盤在漲 人家去放空 有耶 中興電不是就最近強勢股嗎 中興電 華府也是啊 康蘇嘛 是啊 電費 所以說這個列出來的 我都認為 你可以放在你的資權股中 要是有點拉回 基本上就有機會 我今天也是挑了兩檔出來給他看 好 那我們往下來看 第一個就是華府 華府 你看 有夠漂亮 你看這邊就是嘎嘛 他都還沒有回補嘛 所以這個會 下面是融卷餘額 對 下面同樣都是融卷餘額 啊這邊是卷之筆 你看 卷之筆有沒有上 他是剛剛上 然後卷是一直加 那這個我跟大家講 就是延五日線 你就五日線一直嘎 嘎到五日線破了 那融卷回補就出場 那你短下做 你喜歡快進快速的 就做這種 做這個很刺激啊 那要不然你說這太刺激了 你說想要永冠這種 他剛開始嘎空 可是他怎麼樣 他是漲多回檔的嘎空 那這個東西也可以 所以我認為呢 其實現在就看融卷餘額的增加 來做這樣的一個切入 短進短出 也許這時候就給你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方向 好 所以昌星今天告訴的是 意告人膽大的投資人 你要怎麼操作 提供給您當作參考